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节目 今天的新闻相当丰富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日本跨党派议员联盟计划在8月下旬访问中国 由自民党前干事长二街俊博带队 旨在推动日中两国政府间的对话 解决双方之间的各种问题 并恢复短期逗留免签措施 这次访问得到了日本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 但也有声音持谨慎态度 认为改善日中关系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智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接下来 我们关注到以色列对加沙一所学校的空袭 导致超过100人死亡 其中包括不少妇女和儿童 这一惨剧引发了广泛的国际谴责和关注 同时 缅甸发生了一起无人机袭击事件 导致多名正在逃离的罗欣亚难民死亡 最后 我们来看一则来自香港的正能量新闻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巴黎奥运会上 对年轻运动员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 并鼓励香港的年轻人相信自己 追求梦想 展现奥运精神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最后 我们来看看费城老鹰 队在对镇巴尔的魔乌鸦队的季前赛中 哪些球员表现出色 哪些则令人失望 脚位 最后 一名中国顶尖法学毕业生 因偷窃佛教寺庙捐款而被捕 他通过更换捐款箱上的二维码 将捐款转入自己的账户 总共偷得超过三万元人民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镜电视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 今天 我们将探讨日本跨党派议员联盟计划 在八月下旬访问中国的最新动态 这次由自民党前干事长二杰俊博带队的访问 旨在推动日中两国政府间的对话 解决双方之间堆积如山的各种问题 议员联盟希望通过直接交流 缓解紧张局势 并探讨在经济 文化 环境等领域的合作机会 特别是恢复因疫情而停止的短期逗留 免签措施 此次访问得到了日本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 但也有声音持谨慎态度 认为改善日中关系 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智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研究院 欢迎来到我们的外交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的新闻带来了几则令人震惊和感动的消息 首先我们关注到以色列对加沙一所学校的空袭 导致超过100人死亡 其中包括不少妇女和儿童 尽管以色列军方声称目标是哈马斯的指挥中心 但这一惨剧仍引发了广泛的国际谴责和关注 其次 缅甸发生了一起无人机袭击事件 导致多名正在逃离的罗辛亚难民死亡 目击者描述了在尸体堆中寻找亲人的惨状 这起事件成为近期缅甸国内冲突中最致命的一次袭击 最后我们来看一则来自香港的正能量新闻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巴黎奥运会上 对年轻运动员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 并鼓励香港的年轻人相信自己 追求梦想 展现奥运精神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华尔街财经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新闻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刘英子 今天的新闻相当精彩 首先我们来看看费城老鹰队 在对阵巴尔迪摩乌鸦队的季前赛中 哪些球员表现出色 哪些则令人失望 脚位Quinion Mitchell 跑位Will Shipley 和县位Jeremiah Trotter Jr.表现抢眼 而四分位Kenny Pickett 和颈端峰Albert O'Quack Bonham 则未能令人满意 接下来 盛家萌县的房地产市场 在7月份迎来了一波涨价潮 中位数房价达到了223,725美元 比上个月上涨了5.3% 比去年同期更是飙升了24.3% 最后 一名中国顶尖法学毕业生 因偷窃佛教寺庙捐款而被捕 他通过更换捐款箱上的二维码 将捐款转入自己的账户 总共偷得超过3万元人民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联合早报 中国选手曹元 在巴黎奥运会男子10米跳台比赛中 以547.50分的总成绩 成功未免金牌 中国跳水梦之队 包揽了本届奥运会的 全部8枚跳水金牌 比赛中 曹元与日本17岁小将 玉井路斗竞争激烈 前四轮两人比分紧咬 玉井路斗在第二跳 以0.1分的微弱优势反超 但在第五轮 玉井路斗出现严重失误 只拿到39.1分 而曹元则稳定发挥 拿下88.8分 拉开差距 最终 玉井路斗在第六轮 以惊艳的3.6难度动作 获得全场最高的99分 守住银牌 英国选手诺亚 则以497.35分摘得铜牌 另一名中国选手杨浩 发挥失常 垫底完赛 中国跳水梦之队 在本届奥运会成功包揽 全部八枚跳水金牌 完美收官 美国之音中文网 乌克兰拳击手亚历山大 赫日尼亚克 在巴黎奥运会上 夺得80公斤级金牌后 于10日返回基辅 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赫日尼亚克在决赛中 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选手 为乌克兰夺得第三枚金牌 作为一名边防军军人 赫日尼亚克特别感谢乌克兰军人 在他为金牌而战时所承担的保卫国家的责任 他的胜利 不仅为乌克兰带来了荣誉 也激励了无数 在战火中坚持不懈的乌克兰人民 明镜电视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 你能相信吗 胃癌的早期检测 竟然可能只需一滴血 中国的科学家们 已经开发出一种新技术 准确率接近90% 这一突破性的发现 发表在癌症科学期刊上 该技术利用人工智能和 CFMIDIP技术 检测血液中的细胞游离DNA 从而识别胃癌特有的 甲基化生物标志物 研究结果显示 这种方法对胃癌具有 高敏感性和特异性 适用于男女老少 然而 由于样本量有限 对一些非种流性胃病的适用性 仍需进一步研究 这一发现 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 对胃癌的诊断方式 敬请关注详细内容 今日华尔街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位 来自中国的教授 曾鸣 他为学术聚会和研讨会 制定了一套幽默 却实用的行为指南 引发了中国大陆社交媒体上的 热烈讨论 这些规则包括 不要将学术聚会 当作旅行或调情的机会 在茶席期间不要暴饮暴食 在用英语发言时 即使听不懂也要点头 不要在问答环节中 过度赞美演讲者 与心仪对象交流时要谨慎等等 曾教授的行为准则 在抖音上 获得了600万次观看 和约2万条评论 受到广泛赞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之音中文网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阿古质子说 自己再也不敢踏进中国 他说这是因为中国以国家安全的原因 要求签证申请人 提供许多个人信息 他担心自己 在中国进行民间交流 可能被逮捕 阿古质子指出 这些新的签证要求 让他感到不安和不安全 他认为这种做法 可能会影响到 学术交流和自由 他的担忧在国际学术界 引起了广泛关注 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 与中国的交流政策 阿古质子的经历 成为了一个警示 提醒人们在跨国交流中 需要更加谨慎 今日华尔街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 我们要揭开中国政治理论家 王沪宁悄然 崛起的面纱 王沪宁 这位曾经的复旦大学 政治学明星教授 如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内 举足轻重的思想策划者 他在今年的三中全会上 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影响力 尽管他已不再担任意识形态领袖 但他依然是习近平最信赖的智囊之一 并继续在政治局常委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王沪宁的政治生涯 如何从学术界转变为权力中心 它又是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决策的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央社报道 以色列对加萨市一所学校发动袭击 造成93人死亡 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 埃班尼斯指控以色列在加萨走廊犯下种族灭绝 并指出以色列使用美国与欧洲的武器进行打击 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 也对袭击表示震惊 撑过去几周至少已有十所学校遇袭 认为这些屠杀毫无正当理由 埃班尼斯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文 详细描述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的系统性暴力行为 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谴责 德国之声报道 欧盟像美国一样将国际贸易 尤其是对华贸易议题政治化 可能导致依赖自由贸易的经济繁荣受到威胁 法兰克福汇报指出 中国将在世贸组织对欧盟加征电动汽车关税提出上诉 尽管这可能是一个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积极信号 但世贸组织的程序冗长且可能陷入政治僵局 商报则强调 中国在创新和市场营销方面表现出色 但欧洲也不必妄自菲薄 比如汉堡港早已实现无人操作的集装箱转运工作 欧洲在某些领域依然领先 香港电台报道 巴黎奥运跳水男子10米高台决赛中 中国选手曹元成功未免 夺得金牌 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的第36季 曹元在决赛中表现稳定 尽管日本选手玉井路斗一度反超 但曹元凭借出色发挥再次夺回领先位置 最终以总分547.5分获得冠军 玉井路斗和英国选手威廉斯 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 另一名中国选手杨浩泽 在决赛中未能发挥出色 最终排名第12 曹元的胜利不仅为中国跳水队增添了光彩 也展示了中国在跳水项目上的强大实力 德国之声 在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附近的战斗 引发了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总干事俄罗西的高度关注 格罗西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 在库尔斯克地区的交战中保持克制 以避免发生核事故 这场战斗始于8月6日 乌克兰派遣大规模部队越境 进攻库尔斯克地区 导致局势紧张 库尔斯克是俄罗斯最大的核电站之一 格罗西强调必须遵守核安全与核安保的 七项支柱原则和五项具体原则 以确保核电站的完整性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库尔斯克核电站周边的局势明显复杂化 存在遭到乌克兰军队袭击的风险 8月8日 核电站区域内发现了被击落导弹的碎片 导致库尔恰托夫式停电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表示 紧张局势依然存在 乌克兰的鲁莽行径 不仅威胁到俄罗斯的核设施 还将全球核工业置于危险之中 国际原子能机构正在监测库尔斯克州周边情况 并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保持联系 表示目前无需担心和安全 明镜想点就点 在中国历史上 有三位女性以其巨大的财富而闻名 首先是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 她在唐朝的统治期间 掌控了惊人的财富 其次是20世纪中国最著名家族之一的长女宋矮玲 她通过婚姻和商贸活动 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最后是商朝的富豪 她的墓中所埋藏的财富至今让人惊叹 这些女性在各自的时代 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财富 她们的遗产对后世又有何影响 节目的详细内容将带您深入了解这些富有女性的传奇故事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东京大学教授阿古质子将中国视为第二母国 甚至与丈夫在陕西窑洞前举行婚礼 但她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却充满了愤恨 阿古质子表示她喜欢中国 但非常不喜欢中国的体制 认为其缺乏法治 她的律师、记者、学者朋友 陆续遭到监禁或软禁 这让她感到非常担忧 阿古质子通过美国之音 表达了她对中国政府的不满 和对朋友们的担忧 揭示了她复杂的情感和立场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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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